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絲 普拉寶劍士又來啦 今天呢 投稿的觀眾呢 他的目前的這個RANK狀態呢 是在S左右 那他自己遇到的狀況呢 是說 他晉級了很多次喔 大概有6到7次 每一次呢 都上不去S家呢 希望能找到盲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使用的武器以及場次吧 好 這個今天呢 要來復盤的是滿點區的真格塔樓 好 使用的武器是北斋 好 我們開局呢 就一樣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我們開局呢 先來看一下對面呢 我們這邊的武器呢 是斯普拉滾桶 北斋 然後蘇打桶 飛箭波桶呢 跟這個油塊結 那對面的武器呢 是這個斯普拉射擊槍 楓葉射擊槍 跟這個可變式滾桶 還有這個遠距爆破槍 那以北斋的這個攻擊距離來說呢 基本上呢 是可以 應對這個斯普拉射擊槍 跟這個星夜射擊槍 然後另外兩個要特別小心的就是 可變式滾桶 跟遠距爆破槍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下去囉 今天呢 這個塔樓模式呢 來的是這個滿點區呢 以這個北斋的這個進攻來講喔 我相信如果他今天是帶引游的話呢 其實呢 左敵好呢 站好位置呢 相對來講是比較好 應該是會比較好進攻的 好 開局呢 對面呢 先掉了一個這個遠距爆破槍 好 現在這個斯普拉射擊槍也倒了 現在其實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點可以進攻 喔 喔 好 這邊呢 我剛剛已經看到一個小問題喔 這裡呢 其實會有一個小問題就是呢 剛剛的這個進攻其實有點可惜喔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這個可變式滾桶在上面 那這個坡呢 基本上呢 你的攻擊呢 會完全被這個塔柱擋住喔 因為你不是向上坡 因為塔柱呢 你是橫向 他雖然說是這個北斋是一個扇形 可是變成說你中間這段傷害呢 是全部被塔柱擋住了 這個有點可惜喔 所以其實剛剛呢 這樣坡之餘呢 或許視角稍微往上坡一點 說不定就可以帶走他了 這個有點可惜 剛剛這個應該是可以帶走 那他現在剛剛已經是 他現在一定已經貼在另外一邊了 那在這一個時候呢 因為已經 你的隊友 你的油快捷隊友 已經在這個地方做瞄準的情況下 我建議其實你可以下去 你可以下去到另外一邊 因為這樣子就會變成是 呃 比如說假設 我畫一個塔柱在這 就是你的隊友會從這裡進攻 然後你會從另外一邊進攻 會變成一個V字形的 那這樣子來做一個擊殺會比較好 那變成說你現在丟了這個黏彈呢 他可能有機會可以逃跑或是什麼的 就會變成是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有效的進攻 有點可惜 而且我覺得 我個人建議 北斋呢 還是在下面的位置會比較好 好 那是 現在已經收掉這個 口邊是滾桶 好 現在隊友都在 三個都在塔 都在橋上 這個有一點可惜 有點可惜 剛剛這個塔 傷害還是打在塔柱上的 有點可惜 這邊 這邊的位置有點可惜 這邊的位置有點可惜 對 一樣一樣 這邊還是一樣 又打在塔柱上了 然後吃到黏彈了 這個就要小心囉 黏彈的位置的範圍在塔下面一樣是會受到傷害的 好 這邊倒二 好 剛剛這一波被推到五六有點可惜喔 因為變成是 剛剛有沒有發現幾乎隊友都不在左邊的位置 沒有辦法做到交叉擊殺 這個倒二很好 這個倒二很好 好 現在有在塔上的情況下呢 這個時候呢 我會建議 我會建議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 這裡這一邊 基本上 塗地就要趕快去協助先塗起來 把戰線慢慢的往前推進 因為 現在目前到關門 就算到第一關門 就是 其實也不一定要這麼急著說 就是 兩個人都要戰塔 然後快速推 我覺得先把地板補好 讓你的戰線可以往前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 NICE 然後呢 跟大家說這個滿臉區的強塔 這一個高台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這一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 這個地方呢 如果 剛剛對面現在已經倒三的情況下 其實呢 這個高塔的這個位置 最前面前端的這個位置 真的是非常好埋伏跟進攻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好 這裡其實就可以準備蹲人了 但是因為遠距包補槍 所以就會有點小心 NICE NICE 非常好 好 現在這個地板 地板有點髒 好 好 好 這邊剛剛下面沒有抓到 所以塔沒有推進 剛剛這個就很可惜了 剛剛就很可惜 因為右邊下面的地板沒有推 然後隊友剛剛也沒有過去 所以導致其實剛剛有一波很好的進攻 但是完全被擋下來了 這個太可惜了 好 好 這邊要進行一個繞背 欸 不行 這有點危險 喂喂喂喂 啊 這個 這個 有點可惜 這一個做法有點可惜 因為剛剛你的坡墨其實已經被發現的情況下 面對滾筒就算他今天不用壓 他用拍的其實都還是有可能從上往下拍給你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真的想要在這裡進攻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繞個圈圈 把他騙下來 或者甚至你騙了他以後然後離開 因為我們都還是要知道在一個對戰的環境之下 如果這裡我沒有把握打贏他的時候 我個人建議那就不要打 就先跑再說 要不然這樣子換掉或是沒有殺到他都是非常虧的 因為你要假設自己在這個場上可能是隊友會 此時是會很需要你的這個狀況喔 好 飛到前線 好 現在整個地板的戰地面積不太漂亮喔 這個我覺得 雖然打死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可惜 我覺得北斋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有點類似走射喔 剛剛其實有一點就是打太久了 打太久了 有點可惜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定他的 北斋距離雖然比巴伯羅遠 可是其實也沒有真的到那麼遠 當你在打的時候 而且因為你會跳打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很像類似硬直的狀態 所以其實非常危險 好 剛剛這一波如果下去了 如果遠距 遠距下去了 他從下面往上打打你一發 你會被黏腳 第2發你可能就會死掉了 對 雖然這個撿到了C的射擊槍 但是還是有一點打太久了 我覺得可能你打兩三下 沒有打死他就直接換位子了 而且這個時候 塔已經進到右邊了 他已經在右邊的這個位置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剛剛 好 現在目前塔是回去的狀態 然後要打遠距 遠距下去了 然後好 殺死星爺 但是這個時候有戰塔 好 這個時候 對 這個時候會 好 NICE NICE 剛好又擋掉了 要不然剛剛可能會有點微啊 喔 NICE 漂亮 很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土地板 然後把戰線慢慢往前看 然後把戰線慢慢往前看 確定看一下人是不是有出來 好 這個是還可以 欸 NICE 漂亮 很好 吸得不錯 好 倒2 好 現在站在塔上 啊 可惜 喔 隊友倒了 這個可惜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想要說的 就是這個 這個滾 這個滾 懂 大家看這個滾 他 他會站在 他會站在塔柱後面 這就是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剛剛說就是 如果你只有單一項攻擊的話 如果你今天不是爆裂系的話 你只有單一項攻擊的話 其實你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可以擊殺到他 所以其實進攻的這個時候 就是可能這裡會有人 或是這裡會有隊友 或是甚至是這裡會有隊友 一定要三個方向去做夾殺才行 你才有可能瞬間可以停掉塔 因為塔在前進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在塔的 就是正面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他們其實只要躲在後面 或是加上其實敵人 可能在這兩邊幫忙的話 其實這個塔真的非常不好停 尤其是準備要進到這個關門的時候 我們有高處的優勢 再加上如果是北斋的話 其實或許是可以在這個 另外一些地方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塔的防守是非常的 塔柱是非常討厭的 可以幫你也可以害你 可以幫你也可以害你 NICE 啊糟糕被標到了 這個有一點好 我們繼續看 好右邊右邊長爆 右邊長爆左邊 哇糟糕這個被標到 真的是有點麻煩 哇這個這個這個就有一點難了 因為已經正面被看到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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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跳就是我剛剛說這個就很危險 剛剛已經進到了這個剛剛是進到幾分了 進到20幾分了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真的不要冒然跳 還是建議從家裡出發會比較好 因為雖然說已經越來越越推越近 可是總比我們這樣出去下去又再多8秒 而且即便我們下去殺掉了鋼筆 但是我們也死掉了 但塔還是沒有停 重點還是塔 好NICE漂亮漂亮 隊友也把它換下來了 但是隊友的防護罩開的有點太早了 我覺得佔地面積很重要 這個佔地面積有點太小了 有點可惜 這個下去有點微 這個下去有點小微 不行這個這個就太衝動 這個就太衝動 剛剛這個有點貪心了 就是其實剛剛以這個有點1對3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先丟一個黏蛋 可以先考慮丟一個黏蛋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看情況看要不要下去 因為北斋的距離是比這兩隻都還要長 沒有錯 可是你要能順利的殺到他 他還是要稍微有一點點近會比較好 更何況剛剛好像不是 剛剛是好 剛剛比遠距喔 這兩隻都是不是我們這麼好打 除非我們已經很貼臉 就是除非我們今天 呃 這裡有3隻 1隻2隻3隻 除非我們一開始的位置在這裡 那我們可能可以游到這裡 可能可以直接1收3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即便跳下去 可能也會被看到 就是風險算是高的 好 收了1隻以後 打了沒有了 這個時候打了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這裡出來的是這個 新夜射擊槍 那他其實這個距離應該是打不到我們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考慮 就是稍微後退 要不然就是往後面退 先把它騙出來 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個大黏蛋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這個炸彈在這裡 很有可能就直接上路 所以剛剛這個 這個死掉這個就有點虧了 因為其實塔已經在推進了 這個真的有點虧 這個有點虧 nice nice 好倒3 機會喔 機會來囉 機會來囉 要上 還有一隻在右邊 nice 漂亮 好這個時候右邊可以過 對對對 但是要塗地板 塗地板 nice nice 倒2 對面倒2 好右邊上來一隻 小心小心 要抓人 過去 沒抓到 哇這個啊這個也是有點可惜 這個也是有點可惜 這個 因為剛過去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噴射觸手 是 一個非常 就是技巧要非常高 因為你要看清楚 你今天要飛哪裡 你要乾 你今天是要 呃 你今天是要衝進去干預對方 還是你要直接做擊殺 這個其實是蠻關鍵 因為如果你沒有使用好 剛剛死掉 就像剛剛那樣死掉 就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啊這個就很可惜 因為如果剛剛沒有死掉的話 陷在這個地方 就會變成很關鍵了 這個可惜這個可惜 沒有打進去有點可惜 欸欸這個好像是不是有點小延遲 好好 喔我覺得剛剛 喔剛剛這個地方有點可惜喔 我覺得 這個上塔 上塔才打這件事情有點可惜 這個打目前其實 剛剛其實可以不用上塔 因為現在可以看到 目前戰地非常好喔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繞到這裡來 從下面往上面打 基本上這兩隻應該是有機會都可以收掉的喔 但是特別上塔在打 就有點可惜了 好這個這個這個 剛剛又打到沒有末 又變成是打太長沒有末了喔 走不了被收掉 這個有點可惜 哇那個滾很會躲在中柱後面欸 36秒刀2 哇 哇哇 富士太多富士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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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 又打在中柱上又打在中柱上了 這個可惜這個可惜 好 隊友nice 好 倒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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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消費 工作 進去 那 爆炸 我 有 長暴長暴糟糕危險危險糟糕這個這個應該啊這個就可惜啊這個有點可惜 剛剛這個其實有點可惜啊 就是剛剛黏角有點可惜但隊友剛剛有打然後再加上其實長暴那樣打 就是剛剛這個這個時候這種時候最長這種輸的時候到底要怎麼辦呢 你看剛剛其實現在目前已經倒二了現在只剩鋼筆跟這個巨爆破槍嘛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好了因為現在這個確實就很難打 但這個時候可以用什麼這個時候噴射觸手就應該要排上用場應該要直接黏這裡或直接黏這裡 直接上去去打因為其實這一個關門是最難推進去的這關門超難推的嘛 尤其是有長暴剛剛關鍵點就在於長暴在上面直接打暴然後鋼筆上來嘛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當然我們可以上塔去去打鋼筆什麼 可是重點是關鍵是後面這個長暴所以如果我們在後面剛剛這一邊呢 如果有抓準時間從這裡後面上去再跳過去的話 其實有機會打掉長暴的話其實機會有可能就會出現了 對對對 因為在沒有長暴把我方的人員全部殺死之前的鋼筆也是很不好上來的 這個真的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對因為鋼筆剛好上來 對對對 哇這個有點可惜 好那目前呢我覺得這一場次我看下來我覺得北斋大部分很可惜的是我覺得擊發時間太長 武器子彈子彈擊發時間太長造成的硬質你可能不方便 你可能不好跑你可能不好跑走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對 你可能不好跑走然後譬如說你的機動性就會下滑然後你太長時間打在塔柱上傷害打在塔柱上然後變成是說其實沒有有效的將子彈脫墨在敵人身上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然後還有就是剛剛在後面的那個地方就是呃 滿臉區是這樣嗎這邊有一個這邊有高台嗎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高台這樣 然後我覺得北斋比較適合在下面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現在北斋還是會有使用這個引游的這個狀況哦 那基本上你在中間這塊地呢的這個腹地面積其實比較大你比較好遊走去抓敵人跟繞背進行繞背這些 因為北斋應該要是屬於在中間或是最前面神出鬼沒為什麼北斋會在這裡抓不到人不知道人在哪 可是因為你在高台你在高台你的腹地實在太小你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躲再加上對方只要丟腹武器或是手長的人來變成是說你把你自己呃應該要有的好的位置拋棄掉了 那我覺得這就會變很可惜因為如果你今天在下面的話其實很不好抓你人到底在哪裡那甚至是譬如說敵人可能會從這邊過來我記得這邊有一個小方塊嗎 你可能其實可能會待在這些奇奇怪怪的角落其實他那個位置跟跟我們之前講清閣一樣你可以待在很奇怪的地方 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會在這裡然後跟隊友站比較垂直的角度這樣子你會比較好擊殺你比較可以嚴防因為剛剛其實有一度所有人幾乎都在上面變得下面的站地不漂亮 那其實也抓不到人那大家都會擠在一起那這個時候你就很難進攻跟防守那剛剛最後面那邊的那個其實真的是有點可惜 但是那個那種情況真的就有點難但為什麼會造成剛剛那種你好像會覺得說每次都是打到這樣到最後推不進 那你就要先去想一下你這個場次在最前面的時候已經不小心把分數讓人家推到很多就變成說他們其實扣打很長 他們有到推到十幾分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去造就一些不小心的食物什麼之類的這其實就蠻可惜的 所以在北斋的機動性跟這個急發時機還有這個在哪裡淺沒這一點這個其實要特別留意一下 剛剛有一些地方其實蠻可惜的對然後但是有部分一些急殺其實做的也還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有可以感受到雖然說是這個看回放我可以感受到就是 這位朋友在那個噴射觸手的選擇上的遊誼的時間比較長一點可能是因為要瞄準 這個我覺得可以再多練一下可以在那個散步模式裡面多練一下就是你能不能練習噴射觸手就是你馬上即發你馬上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地方 這個我覺得是噴射觸手觸手觸手噴射觸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這個SP如果可以練到你想去拿就去拿的話 他應該可以讓你就是減爭取到更多時間去做一些進攻或是防守 好的那這個今天這個斯普拉寶劍士的部分在這個滿點區的這個真格塔羅到這裡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復盤也有興趣的話歡迎參考我們的這個說明欄裡面有信箱 只要呢你留下你的這個對戰的紀錄然後你自己遇到的狀況跟你目前的rank然後寄信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安排時間來幫你們進行這個復盤 好的那今天的斯普拉寶劍士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影片不錯的話呢記得給我們一個讚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斯普拉寶劍士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而且對照片就get的咨 И Wish 再接大了 謝謝我是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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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o